关于索尼国行PS5玩两天就坏了的后续报道和各位分享一下 昨天晚上发了个视频 PS5玩了两天就坏了 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准备换货 现在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退货 因为收到货还不到七天可以退货 15天之内可以换货 第三个方案就是修 我选择的是换货 换货要走一个流程 需要检测 检测你这个机器到底是不是坏了 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给抖音PS4旗舰店退回去 然后他们去找这种带检测点 他们收到之后15天还是15个工作日 给出检测报告 那这个时间有点长 我决定自己送检测点 他在北京这边有三家 我先打的是东方广场吧 那家店他说不能 他说西志门那家可以 那今天上午我又给西志门那家打了电话 那家电话非常忙 大概9点15 9点半才打进去 服务态度很好 思路很清晰 我决定明天去他那检查 据他说出报告也很快 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 今天有别的事比较忙 而且尾号车牌现行 那就明天中午 明天去的话 他说还需要发票 我这个还不到7天 商家那边还没有开发票 商家是这么说的 他问我去的哪个点 我跟他说是西志门的 他问我是哪个时间段 要准确的时间段 我跟他说是明天 也就是27号 1月27号的中午 到下午3点 这个时间段 应该路上车少一些吧 估计也很快 检测出报告之后 回来我再把他快递 回到上海 然后进行换货 换货流程我也问了一下 他说是如果有货的情况下 很快应该就能换了 今天26 明天27 28 29估计能到哪 30 31给他 估计他们过年 也得放7天价吧 给我换回来得结后了 即便如此 也得走啊 谁让赶上了呢 虽然赶上了 不能说是都是坏处 也就是春节这几天不能玩了 这是唯一的坏处 好处呢 好处呢 就是我比其他买家还多了一份售后的经验 关于售后怎么走 流程怎么走 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可以和各位小伙伴分享一下 刚才说的发票好像没说完哈 商家问我去哪个点 什么时候去 需要一个准确的时间 然后他们会做一个特殊申请 也就是我不需要带发票 他们也可以带检测 也可以检测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计划 下面再说一下我这个机器是怎么坏的 来龙去脉啊 其实原因我现在我也不清楚 我14号晚上从抖音PS旗舰店购买的机器 之前也发过视频 是上礼拜五收到的 上礼拜六做了一个开箱 视频录制了还没有做视频 然后恢复备份等等操作都是正常的 礼拜日礼拜一玩了两天都很正常 礼拜二也就是昨天晚上 准备让孩子玩玩 结果出现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随机 就是你开机之后说不准什么时候 它就会断电 这个不能叫关机 如果关机的话 它有一个正常的关机界面 它得夹击一下 电就断了 断了之后还不能开机 怎么才能开机呢 你得把电源线拔了 大概静置个十分钟 再插上 另外在插那个 PS5后面那个插座的时候 每次插都有一点小火花 从第一次装机的时候就发现了 有一点小火花 刺啦一下子 我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系 昨天晚上录完视频之后 也发出去之后 还能勉强开机 开机了 我就做了个备份 把我的数据 还有记录 一共七个G 备份到了U盘上 我也做了视频 回头陆续的和大家分享 备份了之后呢 昨天晚上 就没管它了 正常关机 今天早上 一开机 又开不开了 然后又断电 断了一会儿 又能开机了 开机之后 我发现那个PSN港幅的 Plus会员有特价了 一般情况下 是一个月好像是50美元 50港币吧 还是40多港币 它现在是三个月 才60港币 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反正花了50多人民币 我买了一个Plus会员 买了三个月 花了50多块钱 然后领取了 一月份的三个游戏 我比较看好 那个叫什么 尘埃的那个赛车游戏 我在XGP里面玩过 用PC玩的 响卡不是很好 但是感觉还不错 有一个中国的场景 等以后PS5好了 再用它玩 把这三个游戏领了 都没问题 领取过程 包括PSN购买过程 我都录了视频 回头和大家分享 然后它里边有一个精选集 这个精选集 我去年 前年 没有PS5 让人带领过 后来被封了 我也做过视频 被封了之后 大概半个月 人家又给我解封了 只不过 把这些精选集里的游戏 都给锁住了 然后现在 我买了PS会员 也买了PS5 可以解锁了 对吧 我就解锁一个试试吧 先解锁的是 好像是战神 它又异常关机了 异常断电了 我说还没玩游戏 它就断电了 然后后来 我又到电子油箱里 看了一下 这个游戏还领取成功 挺有意思 行吧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一个现状 今天是26号 明天去检测 到时候再做视频 和大家分享 关于PS5 正常游玩 怎么购买 还有 售后服务流程 全程 分享 欢迎关注 我是尔差 希望能帮到你 我们下次见